所以等於是其實我的PowerPoint也都有準備啦 不過都差不多 有些前面都一樣 所以我前面講過 如果說假設你前面沒上過的話 我的東西網路上其實非常多 我有分享蠻多部落格文章的 還有一些YouTube的影片 影片數量大概也好幾萬個 我也不知道幾個 反正我從2006年開始有YouTube開始 我就開始錄影上傳 錄影上傳 反正我不管 反正我就是上課就錄下來 然後就把它上傳分享 就大概是這樣子 那跟網紅的模式不一樣 我不是為了說我要撞那個廣告費 然後滑動取寵 做一些那個搞怪啊 或者做一些什麼 甚至是可以去7-11 把所有東西全部買 說我10萬塊全部買光光 然後你知道這個新聞嗎 可能你沒有follow到那個 有個叫小玉的吧 他就是有一天晚上凌晨4點 然後跑到7-11 然後他說 全部東西我要買起來 我要把這些東西全部送給油民 然後就把那個所有東西都買光 然後 可是後來好像那個7-11的總公司 就非常不高興 所以你怎麼可以不經過我的允許 然後把影片拍了上傳 這樣會有問題 當然經營方式不一樣 那我的東西沒有那種搞怪的 或者有趣的 也不算 所以這種都是上課的東西 那怎麼樣可以把這些東西 雖然不有趣 但是要把它上有趣 真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變成說你可能常常要 自己要自嗨吧 因為如果你不自嗨的話 感覺底下沒辦法 因為這種東西 同學看來就嗨不起來了 因為做不出來 就頭很痛 但是其實我是覺得 就是一種感染力 就是你要影響 你要自己都要覺得這都OK 你才有辦法去影響別人 不然自己都覺得不OK 你怎麼影響別人 自己都寫不出來 自己都很頭痛的 結果我發現一點就是說 如果自己去做某件事情之後 自己都覺得頭痛的時候 那就不要教同學做了 因為自己都覺得痛了 OK就不要 如果做過程中覺得真的有成就 那我就把這東西傳播出去 所以後來我上課的東西 盡量就避開那個 連自己都會頭痛的東西 OK 所以盡量後面上課的東西 越來越 感覺就會講一些比較簡單 但是非常有用的一些技巧 OK 那 所以我教了蠻多的影響 就是相關的程式 那因為那關係的話 蠻多地方受課的 不是只有在學校單位 在業界 或者在 那目前的話 開課大概 東武技術推訪部 固定就有開一些 就是這方面課程 文化大學 智翔工業基金會 工人訓練處等等的 那 他講 講座這個 我上次也講過 另外的話 一堆證照 然後觀看品 那另外的話 有關這一個課程的上課用書 參考書 我是建議 也不妨可以把它稍微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我覺得這本寫的不錯 這是日本人寫的 但是台灣人把它翻譯過來 但是它的優點是真的 我覺得日本人有些做事情 真的是很龜毛 而且呢 就是講得很切重要的 但是這本書的缺點是說 它是 有點像每個功能 每個功能都講到 但是它沒有一個完整的東西 怎麼去把這些東西 把它拿來使用的一個完整範例 當然我就希望說 比如說我把這本書消化過 然後呢 在裡面看到一些 比較好需要講的 我就把它加到我們範例裡面 然後去呈現出來 所以大概方向不太一樣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函數部分 那所以前面你會發現 我們大概會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前面Data的整理 中間是樞紐分析表 不過在前面 你可能還是會需要 資料整理的問題 那資料整理問題 恐怕還是需要了解 有關函數 尤其像怎麼樣做查詢 除了V2函數以外 有沒有其他的函數 一定有 那這些的話 這本書裡面 我是覺得講得還蠻清楚的 他有468個範例 也就是說 他把所有幾乎 所有用到的函數 東東把它納進來 然後變成一個範例 然後用範例的形式 讓你知道說 某一個那個函數 該怎麼去使用的方法 是寫得還不錯 那 其他的話就VBA 不過VBA我想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不妨自己再找機會去看一下相關的書籍 那他的優點就是說 他可以快速的完成一件事情 那接下來的話 在講這個後面的範例之前 我先把剛剛我們帶到這一題 先完成好了 那我大概會分成幾個階段 把這個問題 他總共會有12道問題 也就是說我要做12個報表 12個樞紐分析表 那另外樞紐分析圖的話 你可以自己再把它畫 所以我們只有表 那圖的話你自己衍生出去 可以自己再把它畫出來 那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把那個 我們要的就是範圍 那你會發現前面 從代號檔到資料組檔 那基本上這些東西 以前都是放在像ASIS資料庫 或者在更早期 是放什麼Dbase 反正不管放哪裡 我們基本上現在就轉到Excel 如果在Excel裡面 也能夠要做出像資料庫的這些應用的話 那要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剛剛第一件 第一步就是先把名稱管理員裡面 東西全部刪掉 那接下來因為沒有了 所以接下來第二個就是說 我將來 定義名稱主要是因應 給那個V段數使用的 然後你必須配合一個F3的快速鍵 它會自動把那個名稱給帶出來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建立 我們將來要查詢的範圍 那查詢範圍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代號檔裡面 包含從哪裡呢 從那個 這個叫縣式表好了 縣式 所以你把這個縣式兩個字先複製好了 然後範圍的話就是 從A2一直選到B10的範圍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這邊的名稱怎麼樣 把它貼上去 加一個縣式表 Enter一下 好 那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 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他會把這個範圍 用一個名稱代替 叫做縣式表 OK 縣式表 那這個縣式表呢 我怎麼知道它有沒有存在 你可以切到名稱管理裡面 然後這邊有個縣式表 那底下就是參照到 所以你可以把它點一下 你會發現喔 你如果點選下面的這個範圍的話 它就會顯示出 這個範圍出來 縣式表 OK 那以此類推達後面還蠻多的範圍 但是這邊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如果你未來 假如又增加一個縣式的話 比如說這邊目前看到是9個縣式 那如果你又加一個10個 11個12個 那以後的話怎麼辦 比如說我今天又增加了一個 比如說這邊 新北市 台北市 台中 比如說 這邊好像少了一個 比如說 縣式代號 比如說我今天這邊沒有宜蘭好了 比如說我這邊 再多一個 編號的話 給它是 800好了 那當然你如果 現在多一個800 就是宜蘭的話 比如說這邊 我要多一個宜蘭 那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呢 他這邊的 宜蘭 比如說宜蘭4 比如說宜蘭4 好了 OK 好 那你會發現呢 多一個之後的話 名稱管理員裡面 基本上就少了這個 那怎麼辦 當然有個方法 你可以怎麼辦 把它重新選取 選到那個A11到B11 旁邊有個打勾有沒有 你就打勾一下 OK 那他就會幫你更新這個範圍 他就會到底下的 但是問題又來了 如果你又更新 那不是每次都要一直更新對不對 所以其實像我們平常一般的做 乾脆一勞永逸的做法 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怎麼樣呢 把這個範圍 以後呢 你乾脆 就直接選哪裡 向右選兩個 再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按住向下 再向下 意思就是說 底下全部幫我選起來 反正呢 我不管啊 底下全部都 以後你增加 就自動跑進去就好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一招蠻重要的 一般人其實 如果沒有太注意到的話 那可能就變成你每次都要一直在那邊修改你的範圍 或者你忘了修改的話 你可能後面的東西漏掉了 那用這個方法打勾 打勾 好處就是說呢 以後呢 你就不用去管 那個線式表有沒有增加 反正呢 一增加他就自動幫你把它Update OK 那只是缺點就是說 那個範圍好像太大了 不過不管啊 反正他基本上 一樣照跑 也不會因為說你選的空間太大 而造成跑的速度太慢的問題 OK 所以那一樣的方法 線式表做好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 部門名稱 所以再做一個部門表 那部門表做的方法就是先選兩個 Ctrl Shift 向下 再向下 直接選到最底 那當然如果你想說 然後以後可能不會用到六萬多筆 那沒關係啊 你可以不要選太多 你要選到一百筆 或選多一點點沒關係 你可以預留一個空間 那怎麼設定 我想這個是個人 你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習慣 那這邊叫部門表 把部門表加上去Enter 然後分類 叫分類表 分類 那這邊的話 把範圍一樣選起來 先選兩個 Ctrl Shift 向下 再向下 OK 然後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成叫分類表 Enter Enter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代號檔 的那個三個檔 的那個三個 table 三個表格 就已經幫我建了三個名稱 那也就將來如果我要查縣市 只要它是代號 那我就可以查到它對照的那個名稱 那部門跟分類三個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先把這三個表先建起來 另外一個概念就是你可以把整個選起來 它如果update的話 自動會把底下的也增加進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切到員工 那員工部分的話 接下來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 再把這個員工部分的話 建一個叫員工表 如果說要查員工編號 的名字的話 那我可以只要有放個員工編號 我看後面是不是也會有這種 查詢的需求 員工姓名 如果說它有員工的相關資料 那我可以用員工編號去查 所以這邊的話呢 乾脆把這個部分叫 叫員工表 還是 那選取的範圍一樣 Ctrl Shift 先把這個範圍 先橫向選取 再Ctrl Shift 向下 如果以後員工會增加 你就乾脆看出去 再向下 它就會整個選起來 那你這邊的話 叫員工表 然後客戶的話呢 叫客戶表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一樣把這邊範圍選起來 然後一樣 按Shift鍵 選按Shift鍵 先選橫向的 或者你用這樣選也可以 我習慣是選第一個按Shift鍵 選最後一個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就讓它 向下選 Ctrl Shift向下 再向下 整個選 如果客戶會增加的話 那這個叫客戶表 OK 記得那個快速鍵還蠻重要的 Ctrl跟Shift Shift是那個範圍 然後呢 Ctrl鍵是 Ctrl鍵按住 你可以在這個範圍上下左右 有沒有 它會自動幫你 Ctrl鍵按住 它會在這個範圍裡面做移動 Ctrl向下是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Ctrl向右是這個範圍的最右邊 Ctrl向上是這個範圍的最上面 意思類推 如果你多一個Shift是選取 Ctrl向下 有沒有 所以這招還蠻重要的 因為 如果工作上 你不會這一招 你如果用滑鼠慢慢選的話 很容易選過頭 這邊拉來拉去 實際上不是好方法 然後客戶表也OK了 商品表也把它建一下 所以商品表 然後把商品 商品兩個字 一樣 要拿這個當商品 商品表 Ctrl-C 然後一樣 選取Ctrl-C 向下 然後這邊的話 叫商品表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叫銷貨單頭 叫單頭好了 OK 然後 一樣把 A2 選到H2 Ctrl-C 向下 再向下 如果單子會增加的話 然後這邊 單頭表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 最後再一個資料 組檔 這個就不用了 就是前面這幾個 反正就先把它 建範圍就OK了 那建完範圍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就是切到那個員工 員工裡面的話 我要查什麼 部門名稱的話 所以第一個 待會請各位試一下 部門名稱怎麼查 它裡面好像有什麼 部門代號 OK 所以你如果說要查什麼 查那個部門名稱 可以用部門代號查到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客戶 客戶裡面要查什麼 客戶裡面要查 那個縣市名稱 這邊有縣市代號 可以藉由代號查出名稱 商品的話呢 可以藉由分類的編號 去查到編號的名稱 再來的話就是那個 所以後面的話 單頭就是客戶名稱 其實你可以從客戶裡面查到 這邊的話 客戶代號可以查過來 再來的話還有其他什麼 縣市 縣市名稱 它裡面的話 縣市名稱的話 如果我要查到縣市名稱 那我其實可以從什麼地方 看客戶裡面還有什麼 這邊有客戶代號 客戶名稱 所以你可以從客戶代號裡面 也可以查到 縣市的名稱 所以這邊 後面部分的話 其他還有員工 名稱可以從員工代號查 部門名稱 部門名稱的話 我看一下部門名稱 可以從 員工 對可以從員工裡面查 所以其實這邊 就是所謂的 互相的關聯 那關聯式資料庫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以前你有學過 資料庫的概念的話 就會有relation database 關聯式資料庫 那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等同在Excel裡面 去做 關聯式資料庫的動作 就互相的關聯 那關聯的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用名稱 配合VIRU函數 可以把資料給查過來 OK 所以 最後再把那個資料 阻擋 可以把它查完 這樣子的話 這邊就全部OK了 所以也許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第一個 先把那個 我剛剛講的 那個 那個 所謂的什麼呢 定義名稱 先定義好 前面的話 分別就是針對什麼 代號檔 總共建了1 2 3個名稱 員工建一個 客戶建一個 品名建一個 銷售 這個銷售 銷售 銷售單頭就單頭 單頭表 然後呢就建一個 然後面的話呢 我們在利用 定義好的名稱 做資料查詢 資料查詢 主要是利用那個VIRU函數 所以請各位先 確定一下 你的那個什麼呢 這個 名稱是不是建立了 而且是否建立正確 試一下 那名稱的 定義範圍 我建議你 就是直接 直接選 一直到底下也可以